我今天做的饺子 昨天剩的饺子煎一下 煎一下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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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完饭我们要去砍木头做成小木条 然后烧炉子用 然后烧炉子用 烧炉子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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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炉子炉子 这些木桶是以前旧房屋或者是棚圈的脊梁 我们存下来了 然后这样砍成小段 这个木桶 是不是我们来说 这个木桶 和这些木桶 这个木桶 和这个木桶 和这个木桶 再来 欢迎进入到蒙古语教学环节 奶食品的种类 我们学了挺多的 这个奶瓶子 奶酪这些 那么做奶食品的重要的材料 也就是我们的牛奶 今天我们教牛奶的蒙语 牛奶是 酥就是奶的意思 羊奶就是前面加个羊 骆驼奶就是前面加个骆驼 酥就是奶的意思 羊奶酥 羊奶是牛 牛奶的意思 我在学会了吗